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核弹就是称凉谷物的专用秤砣 这个铜制的大秤砣 今天测量的结果是30750克 约等于30公斤 年纪大些的同学呢 应该对秤砣这种东西还有印象 仓库专用的大型磅秤 经常要称一两百斤的东西 但最大号的秤砣也不会超过一公斤 这就是技术进步的结果 可以四两拨前进 对比两千多年前 那时候称凉重物 真的就要用到很重的秤砣 很有可能这种秤砣 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秤砣 而是大型天平的砝码 当时已经有了不等臂天平 勉强算是赶秤的前身 但真正的赶秤要到汉朝才会出现 虽然也有学者从文献和考古的实物出发 试图证明战国时代已经有了赶秤 但说服力明显不足 从天平发展到赶秤 很像是从塔哥大发展到智能手机 体型越来越小 功能越来越强 核弹高奴这种体型的秤砣或者砝码 显然不会是小商小贩 在骑士上卖货用的 而是政府收租用的 核弹高奴明文里的两份诏书 凸显出这个大秤砣的权威地位 而且有意思的是 今天我们看到明文里的诏书的诏字 并不觉得奇怪 但这个字其实很有来历 原本的诏只是告诉的意思 谁对谁都能够用 等秦始皇统一之后 丞相李斯煞有介事的给秦始皇设计了一套文字特权 从此赵这个字专指皇帝下达的指令 别人不许用 别人都不用 渐渐的也就不用成习惯了 以至于东汉学者许慎编写 说文解字的时候 这么一部权威大字典 竟然没有收录赵字 后来南唐学者徐炫叫定说文解字 补充了19个字 赵字就在起列 清朝文字学专家 段玉才给说文解字做注释 很不满意 徐炫的增补 说秦朝以前确实没有赵这个字 如果需要表达赵的意思 规范用字是告 严子王一个告状的告 人家东岸大学者蔡庸就说过 赵是秦朝造的字 以前根本就没有 看来被秦始皇和李斯这么一搞 许慎把赵字的存在搞忘了 蔡庸和段玉才这两位顶尖的学者 也被弄糊涂了 高奴同权上面的赵字 在当时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字 而是一个崭新时代的标志了 重达30公斤的大号秤托 倒不是秦人的独创 有一件可以和高奴同权参照的出土文物 称为司马成公权 应该是三进的标准度量横 他的名文里说 某年司马成公命令某某等三个人 制作了这么一个大乘托 司马成公权在今天测量的重量是 30,350克 比高奴同权倾400克 两者差别倒也不算很大 赌量横的问题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这一讲我们重点谈谈 资质通鉴在周写王19年的记载里 公孙央第二轮变法之外的两件事 一是秦国和魏国的外交会谈 二是赵国发生的一场政变 我们先看看秦国和魏国的外交会谈 资质通鉴的原文很简单 只有五个字 秦魏惠于同 两国为什么要有这次会见 到底又达成了怎样的外交成果 司马光只字未提 战国策透露过一点线索 那就是苏秦或者苏秦的兄弟苏黛 却说秦敏王的话里 提到了魏惠王治下的魏国 一度相当强大 论地盘拥土千里 论兵力代价36万 这些数字当然都不能照实理解 我们只要理解成魏国的地盘特别大 武力特别强就可以了 然后魏惠王仗着国力强 先打下邯郸 又向西围攻定阳 还裹挟了十二国诸侯 朝见周天子 准备联手对付秦国 秦孝公有点害怕 睡也睡不好 吃也吃不好 原文说的是 寝不安息 食不甘味 给我们贡献了一个成语 然后公孙杨出谋划策说 魏国现在势力太大 咱们惹不起 惹不起就不要硬碰 不如您派我当使者 让我去打败魏国好了 公孙杨一个人 怎么打败魏国呢 还真能靠的呢 就是能说会道 一番话说的魏惠王飘飘然 不打秦国了 要当天子 这一来可惹恼了天下诸侯 于是打架联手 齐国带头 把魏国狠狠地收拾了一顿 魏惠王呢 嗓眉大眼的跑到齐国 认错服软 这才保住了魏国的半条命 而秦孝公趁着这个机会 轻而易举就夺得了魏国的和谐之地 如果你直接读战国策 对这段话不会有什么特殊感受 但你既然已经跟着资质通鉴走到现在 一定会对这段话产生怀疑 魏国怎么就忽然强大到 让秦孝公都害怕的地步 公孙杨又是在什么时候 把魏惠王忽悠得这么惨呢 各个细节越琢磨 就越觉得可疑 而且这段话还高度呈现出 战国游士话术的两大特点 第一 要游睡谁就使劲地拍谁的马屁 这里说的是秦敏王 所以话里话外就把齐国捧上了天 第二 夸大游士的作用 这里表面上说 公孙杨只凭着一番外交辞令 就轻松扭转了国际局势 暗含着是说话的人在选秦敏王 不要轻视嘴皮子的力量 以后啊 要像秦孝公信任公孙杨一样 信任自己才对 当我们有了这种觉悟 就可以把战国策的各种夸大气词 打折理解了 在苏秦或者苏代游说秦敏王的这段话里 像齐国打败魏国 杀了魏国太子这种事情 并没有造假 毕竟这是秦敏王自家的事 我们很快也会谈到 但这个呢 是在同帝会谈之后的事 魏惠王打下过邯郸 这也是历史事实 前面啊已经讲过 那么魏国向西围攻定阳的事情 很可能也是真的 定阳在今天的延安附近 今天延安市 遗川县境内还有一个村子 叫做定阳村 保留着定阳这个古老的名字 定阳当时属于秦国的边境城义 在落水以东和魏国接壤 秦孝公的寝不安息 石部干位和公孙杨的一通忽悠 可能都有很夸张的成分 但至少可以推断的是 魏国此前在和赵国齐国打硬仗 所以才有了唯唯救赵的一段故事 公孙杨趁机东进 拿下了魏国救度安逸和重镇雇阳 魏惠王当然不愿意两面作战 所以赶紧和齐国赵国讲和 这就有了周贤王十八年的张水之盟 把好容易打下来的邯郸 又拱手还给了赵国 等东贤的事情安顿好了 魏惠王很自然就会全力向西 对付秦国的入侵 围攻定阳相当和亲和利 秦国大概不想和魏国死磕 所以才有了同地的外交会晤 双方应该达成了和解 相关的谈话内容 如果真如战国策的记载 那就会是公孙杨职业生涯里 又一场辉煌的胜利 作为会谈地点的同 这个字就是红桐桐的桐 原先是西州初年分封的桐伯果 属于基内诸侯 背靠秦岭 具体位置在今天陕西省渭南市 华州区故城村一带 这里之所以出名 倒不是因为这一年的秦魏外交 而是因为短短十二年后 一度风光无两的公孙杨 就惨死在这个地方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赵国 赵成侯收回了邯郸 和魏惠王签订了张水之盟 了却了这些国家大事之后 马上就撒手人缓 结束了26年的执政生涯 赵成侯的一生 是勇于惹是生非的一生 战国历史上 赵国和秦国的第一次交锋 就发生在赵成侯的任上 那是赵成侯执政的第四年 赵国竟然打败了秦国 而在赵成侯去世之后的秦赵战争里 赵国就富多胜少了 在赵成侯的时代 赵国最主要的对手不是秦国 而是魏国 赵成侯的继承人将来还要带领 赵国继续和魏国 针锋相对 但是继承人问题 赵立先要弄出一点乱子 赵成侯一死 公子谢和太子征卫 失败之后投奔韩国去了 太子继位视为赵素侯 这场政变 很符合先秦政变的经典模式 为了争夺继承权 血亲反目成仇 失败的一方 叛国投敌 所以满世界尽是各个国家的流亡公子 这些流亡公子 很容易得到外国势力的扶持 一旦看准时机 就会许给外国天大的好处 借助外国势力回国反扑 国内已经坐定江山的统治者 一旦见识不妙 也会寻求外援 同样许给外国天大的好处 国家利益并不会被统治者和潜在的统治者看得很重 毕竟在他们心里 国家利益无论有多大 只要不属于自己 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看世界历史上的政变和改朝换代的模式 会发现古代中国的表现会比古代西方残酷很多 因为中国的继承制度几乎意味着应家通吃 而西方的继承制度往往倾向于雨露均沾 赢家通吃付出了血的代价 换来的优势就是国家可以在一代代的积累当中越做越大 而雨露均沾虽然会有和平方面的优势 而付出的代价就是 就算一时形成了一个扶原辽阔的大国 只要几代人的功夫就会自然瓦解 周贤王十九年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下一讲我们要进入周贤王二十年 公孙央的变法大业还要继续 就到这里吧我们下一讲再见